来 基隆市代表队 上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果良为基隆市代表队打气 首先登板开球 结果投出好球 市长展现好身手 而原住民市议员陈明健也下场小事身手 也投出了好球 展现运动手感 市长谢果良赠送加菜金给代表队 期许大家在接下来的原住民运动会等赛事中为本事争光 市府也会努力让棒球在本市向下扎根 我跟这个克千教练本来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也长期的在为基隆市的棒球来努力 那也在陈明健议员跟我们张处长 刘处长的帮忙之下 我们今天来慰问了我们的这个基隆市的棒球的代表队 那是一个实力坚强的队伍 所以我也很荣幸他们有送我一个基隆的代表队的球衣 表示小爱爸爸跟他们也是一样一份子 那我也长期的在跟我们的棒球界的友人们一起讨论 我希望能够在基隆除了成人的棒球以外 可以培养一个明星的国小的少棒队 这个事情我跟克千长期在讨论 那我也希望说在大家的比赛到一阶段后 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跟教育处留处长跟民间议员来好好的来筹备 因为这有很多优秀的棒球选手有很多都是原住民的孩子 所以不管是原住民的孩子还是我们基隆的孩子 我们都要鼓励他们打好棒球 因为棒球是我们的国球 我们要把它这个在基隆能够做得更好发光发亮 也谢谢今天大家们的参与 当然因为我们基隆本身那棒球就是比较沙漠 那刚好借由这次市长的支持 那这次市长也有跟我们讲说 他想要组成少棒队或是三级棒球 这是说这次市长真的很蛮有这个心 那希望能够再把基隆的棒球能够再让它活络起来 棒球经典赛 我们杰出的人员都是原住民 所以我们一直在基隆市能够发掘 我们原住民的一些体育人才 所以今年的原住民运动会 由克千教练来带领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协助的这样一个成绩 我们也希望体育这一块能够在我们基隆市 作为一个产业的一个一环 在基隆市政府民政处原住民主行政科 在这次非常支持我们基隆市原住民来 共同组成基隆市的代表队 参与两年一次的全国原住民运动大会 这是有史以来基隆市的棒球队首次组队来参加 所以我们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开心 基隆市棒球代表队的球员都是由原住民组成 为了三月底将在台北举行的原住民运动会 以及预计在五月份登场的全民运动会 即日开始展开密集训练 市长谢果良特别在民政处长张渊祥 教育处长刘美兰等人的陪同下 前往棒球场为大家加油打气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